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林医师因为是眼科专科医师 所以遇到很多都是用眼过度 用眼不当 而且现在越来越严重 因为老的小的 大家过度使用3C的案例很多 对 现在其实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用眼的时间都过长 而且是过度使用 身体休息 但眼睛都没有在休息 那现在因为刚好就是开学没有多久 那所以现在都会一直在 就是让小朋友过来做视力检查 那通常小朋友在学龄前 通常不会有近视 可是我最近就遇到一个大半的小朋友 那他就是200度近视 那通常遇到那个学龄前近视的 我都会先问家长 说他有没有用3C 我就问小朋友说 你有没有玩手机 有没有玩平板 小朋友就说没有 然后家长就很认真的 跟我说我们非常的控制他不能接触3C 但我想说那怎么还会近视200度 难道爸爸妈妈高度近视吗 也没有 所以后来就问一下 那说那小朋友平常都在做什么 他说他很喜欢看书跟玩乐高 然后看书一看就是可能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他停不下因为他沉浸在他的那个脑中的虚拟世界里面 那玩乐高也是他一拼就全部都要拼完他就停不下来 那后来我就跟爸爸妈妈卫教说 其实我们都以为是3C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不是 是你近距离用眼过度 比如说你可能为了让小朋友要借3C的影 你就叫他去那你去看书啊 你去玩乐高啊 有的就安排一些那个才艺活动弹钢琴啊下棋啊 这种都是长时间的用眼 其实都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就学龄前的近视 所以其实不要太在意 就是说只是针对3C产品 其实用眼的距离才是一个关键 那其实除了小朋友之外 现在有很多大人 他们就会因为眼睛非常的酸痛啊 脏痛不舒服等等来就医 那都会以为自己眼睛有什么问题 其实说穿了就是用眼过度没有休息而已 而且都是戒不掉 上班看电脑下班追剧这样子 那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 就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不是眼睛发炎啊 或者是眼压过高啊等等问题 其实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用眼过度造成的酸胀痛 那有的人他比较严重 他会甚至会痛到后脑勺 就是后面的头痛 那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太阳穴啊 就是周边这边的疼痛 眼窝疼痛 那还有就是眼球 有的人会跟我描述说 好像很胀 胀到快要掉出来 有的比较严重的还会 就是痛到会想要吐这样子 那最常见的当然就是眼睛血丝很多 那怎么点药水都好不了 我都跟病人说点药只是辅助 重要的就是要休息 我们请教一下林医师 林医师要提醒大家 有一些人眼睛用久了肿胀 那常常依赖这个眼药水 那特定的眼药水过度的依赖也不OK 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 其实眼睛肿胀不舒服 最重要其实是休息 但是有很多病人 他就会没有办法休息 或者是他想要求塑效 那就会自己去西药房买一些消炎药水 所以常常越点就越红 或是说本来眼睛有一些分泌物 黏黏的 他以为是发炎 所以他就去买一些抗生素 炎药水 那其实点完之后 眼睛反而整个造成那个药物的过敏 或是灼伤 那甚至有人他还会觉得 眼睛好像有黏液 油油的 那其实就是眼睛比较干而已 那其实只要点一些人工泪液 或者是适度休息就好 可是现在因为坊间有卖那个洗眼液 所以有的病人他就会觉得说 因为脸很油的时候洗完会清爽 那他就想说那眼睛也来洗好了 那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眼睛发炎 造成的这个分泌物很多 那适度的清洁一下是可以的 可是有的人他就过度的依赖这个洗眼液 那就是把眼睛每天就是让他洗一下洗一下 可是眼睛表面有一些正常的油脂或是黏液 他本来应该是要保护眼睛表面 你过度的清洁反而把它都整个清洁掉了 所以反而造成眼睛更不舒服更干涩 那有些人他就会去买热敷眼罩 可是是含有按摩功能的 因为他觉得眼睛很酸痛 那前一阵子刚好看到有一个病人 他是拿肌膜枪来按摩眼睛 对 对 他想说肌肉酸痛不是都要深度按摩吗 因为他的眼睛真的很酸痛 所以他就想说他肌膜枪很有效 他就拿肌膜枪对着眼睛 他是按穴道 可是筋膜枪的震度跟一般的按摩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震一震之后 他就觉得为什么视力突然间变得比较模糊一点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就没有好 所以他就来看 结果就发现他的水晶体已经稍微有点脱位了 对 那我们这边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这错误示范 对 筋膜枪可能按大腿按屁股 对 你可以按大肌群 可是你不可以按在这里 因为眼睛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那眼睛的水晶体 它其实是悬在一个悬刃带上面 它是悬空的 那有一些非常细小的悬刃带 它是掉在上面的 所以你在震动按摩的时候 可能把这个悬刃带都震断了 或是部分把它震松了 所以导致他的水晶体整个变成脱位 那脱位的话 就是最严重的状况 就是必须要开刀 把这个脱位水晶体把它拿掉 甚至要做一些固定 就是这样子的水晶体